立委高嘉瑜一早现身新北地方法院 要跟涉嫌时报的前男友林秉书正面走风 高嘉瑜在律师陪同下以证人身份出庭 回顾去年案发遭前男友林秉书暴打 曾遭恐吓追近在饭店两天 高嘉瑜估计林秉书持有私密影片 一度不敢报案 整起案件直到被媒体揭露才碰光 1号上午首度开庭 高嘉瑜没有申请隔离讯问 决定要直接面对 林秉书被依妨碍封化 妨碍秘密私刑拘禁 强制妨碍名誉 妨碍电脑使用伤害恐吓 八大罪嫌起诉 至今却指认两项 检察官也将传唤林秉书的女秘书 以及她被拘提时在场的无姓女子 继续厘清一点 我们今天当然也会结问高嘉瑜立委 也有助于理清整个案件 发生的真实状况以及事实的脉络 林秉书涉嫌家暴又被控洗钱 检调追查林秉书金流 还意外查到一名绿营新潮流大佬 两年内汇出2900万元 虽然初步认为没有设计步伐 但巨款图一仍引起议论 如今新北地院裁定延长 林秉书积压禁件 到8月27号她不服抗告 也遭驳回 想恢复自由之声 恐怕没这么简单 就黄天耀张被子采访不懂 旺旺水神是微酸性电子次律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 在这个非常慈禧 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 物化器还有生成机 都给它买起来 当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码 可以享有优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